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在這個坐標平面上 X 坐標 Y 坐標 A 這一點是 120 B 這一點是 0 5 然後現在做那個 腳 VAO 的腳平衡線 它跟 EXO 交以 P 點 它問這個 EXO 的那個坐標 是等於多少 好,那是怎麼做 我們用那個腳平衡線定理 這是腳平衡線 所以這一段比這一段 會等這一段比這一段 那這一段是多少,是 5 這坐標是 5 它是 12 所以 12 5 這個是 13 因為這直角三角形 我們用 B 是定理 12 的平方加 5 的平方開根號就 13 這 5 12 13 那個直角三角形 好,那這個比這個是 5 比 13 所以這裡的話 這是 5 比 13 那我們就用那個分點公式 X 等於多少呢 就是 5 加 13 5 加 13 乘以 0 這坐標是 00 這 13 乘以 1 坐標 就 13 乘以 0 用分點公式 好,那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這個就等於那個 18 分之 5 乘以 12 6 22 6 22 6 32 6 38 所以這等於3分之 10 所以批點這個坐標 就是那個 3分之 10 跟 0 3分之 10跟 0 這就是批點的坐標 就算了 4分之 11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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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之 11